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47回 两眼翠绿 放出了阴森的寒光 这名化神级一族一见此景啊 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 但是呢 被两头巨雄是缠斗之下 哪能离开芬豪啊 只能是满头大汉的 狂催那三口飞刀 三口飞刃 化为了三道金红 将自身护得是炎炎实实的 但是在围守魔鸟的一声怪叫之后 上百只魔群一轰而上啊 飞刃只来得及斩杀了十余只 就被其魔鸭撕成了粉碎 就连原本和其争斗的巨雄般的魔兽 也未能幸免 同样葬身在这群魔鸟的腹中 但是最后呢 其中一只魔鸟啊 突然一张口喷出了一面 法盘状的法器出来 为首的魔鸟见此 目中闪过喜色 一张口之下喷出了一股霞光 将法盘吸进了腹中 随之呢 带着这群魔群 向另一个方向飞去了 一座山头上空 五只豹子般的魔兽向下方喷吐着 在山头上空 一层黄蒙蒙光幕飘浮在那儿 那些灰白魔器一击在上面 让光幕颤抖个不停 而在光幕下方 两名异族人各自手拿一件翻旗拼命的摇晃着 用自身法力呢 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光幕 明显是危在旦夕了 另一处宽阔之地处 严姓老者和白面青年 化作两道顿光 正拼命飞顿着 在他们的后面 一团碧绿色怪云 和一道黑色飓风 气势汹汹的紧追不放 眼见后两者越追越近 这严姓老者心中暗暗叫苦啊 一咬牙之下 忽然单手一翻转 摸出了一张 有些破旧的金色浮露 口中念念有词之下 将其一扬祭出啊 哄的一声巨响 漠然一团刺目金光 仿佛骄阳一般的浮现而出 滴溜溜一转之下 金光所过之处 所有魔器纷纷溃散消退 声势惊人至极啊 后面的绿云和黑风见此 也不由得顿速为之一顿 但是片刻过后 金光就消失殆尽 而原本身处前方的老者和白面青年 却踪影全无了 同样的情形 在数日之内 在整个魔金山脉外围到处上演着 大半进来的异族人呢 纷纷地陨落在了魔兽的口中 只寥寥七八人呢 保住了性命 这些能从魔兽口中存活下来之人 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啊 一察觉山脉深处的魔兽 出现在外围的异常 也立刻转明为暗 变得十分小心了起来 那些魔兽得到了部分 异族人的追踪法盘之后 也撒网一般的在山脉外围四下搜查起来 但是诡异的是 无论残留的异族还是那些魔兽 丝毫没有办法追查到 知仙的任何的踪迹 而这个时候呢 韩力等人经过了几天的跋涉之后啊 终于安然的接近了目标区域 韩力站立在一座小山峰的顶处 眺望着远处的一片山脉 双目微眯着 这里就是你所说的地方 看起来不怎么齐耳吗 将目光一收之后 他冲一旁的仙仙问道 也就是如此 他才会选中此处的 岳兄 下边的路程不需要你带领了 你就先在附近休息一下吧 我和韩前辈要过去一趟了 少则半日 多则三四日就会回来的 若是真的过期没回的话 道友就不要管我们了 自行离去就行了 仙仙这个时候 微微一笑冲岳宗说道 好 既然仙仙子如此说了 岳某也叫偷懒的 岳宗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一抱拳 冲附近的另一座山峰飞去 最终一闪呢 没入山峰中 好吧 韩前辈 我们走吧 仙仙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凝重了下来 韩丽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 顿光一起啊 向前边那处山脉飞去 一进入山脉中 原本一直呆在 京族女子肩头的那只摩烟鸟 立刻双翅一动 冲天而起 在附近空中一个盘旋过后 朝某一方向 鸡舍而走 韩丽二人呢 悄然的跟在了后面 山脉中大小山峰 重重叠叠连绵一气 二人跟着黑色小鸟一口气 飞出去啊 数千里之遥 当面前出现一座 看似普通的山峰的时候 磨烟鸟双翅一收 口中呢 发出了清明之声 盘旋不前了 仙仙 双目一亮 欣喜的说道 已经找到入口了 随后 此女一催顿光 几个闪动过后 就漠然到了山峰附近 并围着此山峰呢 飞快的转了几圈 最终在山腰某处停了下来 并现出了身形 宁神 打亮着什么 寒历 清光一起 同样到了此女一旁 并顺着其目光望了过去 只见呢 眼前是一块 看似普通的峭壁 百余杖之高 灰白光滑 除了一些黑气 漂浮在附近外 并无其他异处 不过寒历目中啊 蓝芒 微微一闪 神色动容了一下 似乎呢 看出了一些什么 这个时候 仙仙却口中一声低鸣 原本在空中盘旋的 魔烟鸟 却一冲而下 剑弩一般的射向了峭壁 扑斥一声问响啊 看似坚硬至极的石壁 在和魔烟鸟 接触的一瞬间 竟荡漾起了一圈圈的波纹 接着表面略模糊 化为了一层死气沉沉的 浓稠的黑雾 整块峭壁 竟然是一个巨洞的入口 魔烟鸟似乎不受黑雾的阻挡 一下子没进了其中 前辈稍后 我先查看一下里面的动静再说 先先谨慎的说道 随之呢 在空中盘旋坐下 两手掐绝 闭上了双目 他的一缕心神啊 已经浮在了魔烟鸟的身上 现在要做的 只是操纵此鸟探查下 里面的情形再说 韩丽呢 则目光闪动的站在一旁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足足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一声鸣叫 魔烟鸟从黑雾中一冲而出 一个盘旋就落在了鲜鲜的尖头上 此女呢 也在此时 睁开了双目 还好 那只圣街魔兽 仍然在里面沉睡不醒 正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我让魔烟鸟给前辈带路 直接到那圣街魔兽处就渴了 不过里面的魔气凶猛异常 即使以韩前辈的魔攻 也没有办法坚持多久的 我看最好不要惊醒此兽 直接用霹雳手段 将其一举灭杀最好了 仙仙正色的说道 随后呢 手指冲空中一点 那只黑色小鸟 立刻通灵般的再次 飞入到了黑雾中 仙仙子放心 韩某知道如何做的 仙子没有魔攻护体 就在此地等我出来吧 韩力盯着眼前女子一会儿 这才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 随即那两手掐绝 突然身上金光灿灿 并浮现出了一层 薄薄的鳞片出来 身形一动 她化为了一道金红 顿入到了黑雾中 一见韩力真的进入到了黑雾中 女子嘴角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并露出了沉吟之色 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行动了 突然 一团青光 从金族女子身上 一跃而出 一个闪动之后 化成了一只拳头大的 麒麟虚影 并一回身 冲女子说道 再等一下 不管她能不能真的杀了那头圣街魔兽 只要交起手来 才是我们进入真灵之血的最佳时机 仙仙摇了摇头说道 怎么 你对她的忌惮不小啊 麒麟虚影 黑黑一笑 这一路走来 她的神通有多大 你在我体内也不是没看见 就连上族九阶的魔兽 都不能在其手中支撑一时半刻 若是真和此人争斗起来 我可是一点胜算把握都没有的 而那只圣街魔兽 我没有猜错的话 虽然说正在沉睡中 但是肯定会事先在住处做些防范的 想要轻易的接近 估计不太可能的 我们也只有趁他们争斗的时候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打开真灵之血 仙仙冷静的说道 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 那就多等片刻吧 麒麟虚影歪着脖子 想了想点了点头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就在同一时间呢 在山脉外边 岳宗在一座山峰的 一个新开辟的洞穴当中 闭目打坐着 忽然他感应到了什么 漠然之间的脸色一变 手掌一翻 那个装着怪虫的盒子 一下子出现在了手中 酷似残虫的怪虫 在盖子一被打开之后 就立刻疯狂一般的 摇头狂明起来 岳宗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几乎想也不想的送身一跃 化为了一道白红 冲出了洞穴 但是 他身形刚一出现在外面 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至极了 在他面前呢 赫然漂浮着一名一身银甲 面色木然的男子 竟是那名在阁楼中和他们起过冲突的 归姓一族人 原来是前辈在此 我以为是其他魔兽出现在此地呢 怎么 前辈找晚辈有什么事情吗 岳宗心中一沉 但勉强一笑说道 归姓男子冷冷地望着岳宗 半赏都没有说话 最后呢 才毫无感情地问了一句 其他人呢 什么其他人 此地只有晚辈一人 岳宗还算镇定地回答道 是吗 这样的话 你可以上路了 归姓男子听到这话 脸上血光一闪 浮现出了一股煞气出来 玉宗脸色一变呢 突然手中盒子 劈手往对面一抛 接着袖中灵光一闪 数十张颜色各异的符露爆射而出 又一张口之下 一面白色玉牌喷了出去 怪虫从盒中击射而出 化为了杖许大小 仿佛怪蛇一般的缠向了归姓男子 数十张符露则瞬间呢 化为了各色光团爆裂开来 而那张玉牌则砰的一声过后 化为了一团白色的迷雾 母许大小将归姓男子照在了旗下 而岳宗本人呢 足下白光一闪 多出了一对法轮 只是一晃之下 就漠然在原地 消失在了迷雾外 十余杖的地方 然后顿光一起 就要化为一道白红 击射而出 归姓男子见此 冷笑了一声啊 只见其 漠然一拍自己的天灵盖 身形略模糊之下 竟幻化出了 三个一般无二的分身出来 其中一个分身的两臂一抬 忽然化为了一对血色鬼手 尸子渐渐黑色缭绕 一把就将扑到剑前的巨虫 双手给掐住了 一用力之下 食指仿佛立刃一般的将怪虫撕成了树结啊 另一个分身呢 则猛然一咧大嘴用力一喷 顿时啊 一股血色光霞狂涌而出 一下子将随后击射而来的各色光球卷入其中 在息之下 血光闪动之间 这些光球就被此分身一股脑的吞进了腹中 甚至于呢 连附近的白雾都被吸进去了一小半 最后一名分身 则双目银芒一闪 突然身形一作 一下子化为了一条银色蛟龙击射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银骄呢 就顺一般的出现在了 月宗所化顿光的上空 尾巴一摆 两只巨爪就气势汹汹的一抓而下 月宗呢 面色苍白 但自然不会束手待毙 身上轰鸣之声一起啊 竟然体内击射而出 两口白骨飞溅 这飞溅表面电光闪动 看起来呢 是颇为的不凡 交叉一展之下 迎向了蛟龙的两只巨爪 咔咔一声啊 两只骨剑 虽然让巨爪为之一顿挡了下来 但是本身却在巨力之下 齐齐的斩成了两截 趁此机会 月宗粘口喷出了一团精血 照向了足下的两只法轮 打算施展什么顿数逃之夭夭的样子 但是银交双目航光一闪 只是一张口 一颗血红珠子发出了清明之音 喷了出来 珠子滴溜溜一转之下 突然放出了大片黑红血光 一闪即逝之下 就出其不意的将月宗罩在里面 一声惨叫过后啊 月宗蜡烛一般的就化为了一团血水 被银交一口吞进了腹中 随后银交一个盘旋 鸡舍而回 另外两个分身则也腾空而起 迎了上来 只见幻影闪动 三个分身瞬间合三为一 重新化为了那名归姓男子 只是他面色阴沉 目光闪动的在思量着什么 这几个人竟然出现在了此地 难道也是冲乱的东西来的 可是那我所在 应该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除非是和我一样 是 不管是什么来历之人 那东西 只是本尊才有资格得到 谁挡在我面前 我就吞了谁 男子第一声自语了两句 目中呢 全是星光闪动啊 是谁在那里 给我滚出来 但是旁边静悄悄的 并没有任何人影出现 男子面上凝色一闪呢 猛然手一抬 一口银色飞刀击舍而出 只见荧光一闪 一片刀影瞬间 将那处虚空全照在了下边 但是刀影往下一落 合拢一处之后呢 那边虚空仍然是空荡荡的 丝毫一样都没有 归姓男子面露一丝意外 目光疑惑的闪动了两下之后 但细响了片刻 最终鼻子里边发出了一声冷哼 单手呢 冲远处虚空一招 那口飞刀就立刻化为了一道银芒 击舍而回 一闪过后 就没入其袖中 不见了踪影 接着男子二话不说 血光一起化为了一道血红 破空而走 转眼之间 此地寂静起来 除了徐徐吹过的一些微风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了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高空中淡淡荧光一闪 一个小巧的人影现身而出 此人两耳尖尖 面容娇媚 正是那名叫九夜的人形魔兽 他盯着天空中归姓男子消失的方向 戴眉紧皱 扮上之后 才喃喃地说道 这人是谁呀 虽然不是斩杀少主之人 但是神通也实在了得 要不是事先使用秘术 将气息挪换到了另一处地方 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 忙过此人的耳目的 不行 这些外来人都如此棘手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看住的 必须请求些援兵来才可以 说完这话 此女当即啊 单手往尾巴上一抓 竟抓下了一小撮绒毛出来 口中念念有此几句 然后再一扬 顿时这些绒毛啊 呼扑之声大作 化为了无数道纤细的银芒 朝天空中破空射去了 只见荧光闪动几下之后 他们就消失在天空尽头处了 而此女见到此目之后 才神色一松 而又望了望 这韩绿和归姓男子等人 消失的山脉方向几眼 绿迟疑之后 轻叹了一口气 他单手一掐绝 身形呢 在荧光中再次模糊起来 最终化为了乌有 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环环相扣 危机四伏 韩丽却浑然不知 他不知道危险离他有多近 他不知道有多少人 现在都在 打着他的主意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一千零四十八回 《凡人修仙传》 第一千零四十八回 韩丽跟着那只磨烟鸟 徐徐地在浓浓黑雾中走着 尽管说 此鸟不时又焦急地 发出几声低鸣 似乎呢 在催促他的样子 但是 韩丽视若无睹 仍然是一副 从容至极的模样 看到他这般模样 那磨烟鸟也没有办法 只好也放慢了飞行的速度 配合他的一点点向前带路 虽然说四周磨气浓稠到了极点 伸手不见五指 给人一种 仿佛置身黄泉之地的可怕的感觉 但是 韩丽身上金光闪动不停的同时啊 目中呢 也蓝芒微闪 将附近情形 全都清清楚楚的一收眼中 此刻 他置身于一个四方的巨大通道当中 这通道长宽 都有十余丈之巨 并且通道四壁呢 全都是一种 从来没有见识过的 漆黑石头启程 而那通道中的浓稠磨气 正是从这种诡异的石头中 不断的冒出 这让韩丽大感几分好奇起来 要不是心中忌惮这些石壁上可能设有什么不知道的禁制 他甚至刚进入通道中的时候都想从石壁上敲下几块这种黑色石头 好好地仔细地研究一下 这条通道并不是唯一的一条 而是纵横交错 仿佛迷宫一般地遍布整个山腹中 并且是越往前走越深入地下的样子 就这样 这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当初摩烟鸟进取出了一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 而韩丽已经走了许久 仍没有走到尽头的样子 这样他瞅向此鸟的目光 渐渐地有些韩丽了起来 摩烟鸟呢仿佛也察觉到了后面眼神的不善 在带着走过几个交叉路口 当韩丽思量是不是自己该停下脚步的时候 忽然摩烟鸟在前面一个盘旋 不再前进了 韩丽心中一动 宁神向前望去 只见前面魔气似乎稀薄了许多 隐隐一个泛着白光的巨大的出口 就在眼前的样子 韩丽神色一缓 深吸利口气 忽然呢 单手冲得摩烟鸟一招手 此鸟因为拂有仙仙此女的毅力神念 自然通灵异常 见此情形的 眨巴眨巴双目露出了疑惑之色 但是略以犹豫之后 仍然老老实实的飞向了韩丽 但是 此鸟刚一飞到韩丽头顶处 还没有来得及盘旋一圈的时候 漠然一条袍袖冲空中一抖 一片灰色霞光闪电般的射出 只是一闪之下 就将丝毫防备没有的黑色小鸟卷入了其中 摩烟鸟自然大惊啊 甚至一张口之下想要发出什么声音出来 但是霞光围着此鸟滴溜溜一转之下 根本没有任何声音可以穿透原词神光而出 而这个时候 韩丽才从容至极的冲空中虚空一点 只见指尖处啊 轻芒一闪 一个青色符纹一闪即逝的 击在了无法动弹的摩烟鸟的身上 此鸟通体轻芒 一阵流转之下 就瞬间的在灰色霞光中消失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韩丽啊 这才轻拍了一下手掌 随之呢 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 不过当下一刻 他的目光转向前方通道的出口处后 神色又一下子凝重了几分 他双目一瞇 突然一张口 顿时啊 一团银烟飞了出来 但一个动作之后就化为了一只银色的火鸟 此火鸟围着韩丽上下盘旋几圈之后 就扑斥一声 没入一侧的墙壁中不见了踪影 随后他又双袖一甩 七十二口金色小剑 也无声无息的击射而出 在韩丽口中无声的催动法觉之下 这些飞剑滴溜溜一转之下 就化为了漫天清廉的浮现在了通道各处 但是随即一闪呢 又纷纷泡影一般的溃散消失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韩丽又沉吟了一下 手掌再一翻 又两张银色浮露在地上击石而出 在途中光芒一闪之下 就化为了两道淡金色的影子 没入地下了 正是两张甲园符 因为要对付一名合体级的魔兽 并且还不是那种合体出阶的存在 所以说纵然此受身负重伤 韩丽自然呢 也是不敢大意分毫的 为此行 他特意啊 事先专门炼制了一些银科符露 虽然说炼制这些符露的材料珍惜至极 但是在云城这等超级大城中 只要有灵石的话 自然还能再次凑齐的 做好一切事先准备好的后手 韩丽呢 才目中行光一闪 单手一动 一张紫色符露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顿时光芒大放之间 有一团紫雾弥漫开来 韩丽身形在银色符纹中 默然化为了无形 为了保险起见 他竟然还动用了太医化轻符啊 随后 韩丽身形移动之后 虚空化的身躯 徐徐的向出口处飘去了 他竟一副真要去斩杀 那只圣洁魔兽的样子 大山外面通道入口处 当韩丽出手一下子 禁制住那只魔烟鸟的同时 鲜鲜此女一声嘀呼 脸上漠然露出了意外之色出来 出了什么事 那只青色麒麟虚影一惊 忙抬手凝重地问道 我的魔烟鸟被那个人制住了 荆族女子轻吐一口气之后 才神色不定地说道 什么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难道此人已经察觉了什么 蹄灵瞳孔中啊 金光一闪 发现不太可能的 可能是此人形势一向谨慎 不想在自己对付那只圣洁魔兽的时候 还被我等时刻监视着吧 先先迟疑了一下 才不太肯定地说道 但这样的话 我们可就有些麻烦了 根本不知道他和如此魔兽的争斗情况 无法掌握好准确的时机啊 齐林虚影的尾巴一甩 目光一下子阴沉了起来 我自然知道此事 但是现在也顾不得此事了 不管他现在有没有真和此魔兽动手后的情形如何 我们也赶紧行动吧 就算他神通再广大 想灭杀一只圣洁魔兽 也绝对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 足够我们打开真灵之穴了 京族女子一咬牙说道 好吧 也只能如此了 我们走吧 齐林虚影也果断地点了点头 仙仙单手一翻转 手中多出了一块三角令牌 黑幽幽的 一面印有一只黑麒麟的图案 另一面呢 却印着几个淡银色的符纹 可惜这件麒麟令了 我可是花费偌大的功夫 才凑齐了材料 炼制而成啊 其中还失败过好几次呢 单手一抚令牌的表面啊 这鲜鲜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丝惋惜之色 这东西就算再珍贵 能和真灵之穴中的东西相比吗 也只有这东西的掩饰 你才不会被洞中魔器排斥 可以轻易地潜入深处的 而且现在有那狠小子 替你挡住那头圣街魔兽 纵然此兽发现有什么不妥 也没有办法阻止你开启灵穴的 麒麟不加思索地说道 纵然如此 此物只用在掩饰气息上 也太大才小用了吧 而且还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仙仙仍然苦笑地说了一句 麒麟文言呢 两眼一翻 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精足女子呢 却默然神色一正 将手中令牌往空中一泡 刹那之间呢 黑色令牌在空中滴滴溜一转之下 突然是狂风大作 凭空刮起了一股黑蒙蒙的飓风来 此飓风妖艺异常啊 一边呢 在呼啸声中是冲听而起 一边呢 从飓风中心处 传出了让人心惊的低吼之声 隐隐一头巨兽暗藏其中啊 鲜鲜脸色一沉 一手不停掐绝 另一只手呢 却手腕一抬 再张口 一口青色小剑 从口中喷出 微微一颤之下 就化为了一道青光 围着其手腕一绕 就在一闪的飞回了口中 顿时呢 大量的精血从手腕伤口中 一喷而出啊 去 精足女子口中一声低吼 流出的精血瞬间呢 凝聚一团 化为了一颗拳头大的血球 直奔黑色飓风 击舍而去 说也奇怪啊 此血球一没入飓风中后 不但里边的吼声 立刻戛然而止 看似正要四下肆虐的黑风 也立刻渐渐的变小了起来 最终黑风一闪溃散消失了 里面呢 却献出了一只 通体幽黑如墨 体肠胀许的墨麒麟出来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 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麒麟 通体乌光闪动 体表 略显 模糊 却也是一个虚影而已 不过面对此虚影啊 少女呢 却凝重异常 单手呢 冲虚空点点之下 一个黑色的符文 就浮现出来了 又纷纷 没入墨麒麟中 不见了踪影 顿时啊 原本看似凶神恶煞的墨麒麟 目中凶光减弱 最终身形一扑之下 化为了一团黑光 急射而来 扑驰一声 少女和青色麒麟 全都被黑色笼罩其中 遮挡得 是严严实实的 幸亏我还记得 当年这头 黑麒麟的葬身之地 才能用她的尸骨残留的 一缕残尸器 炼制出瓷宝出来 以为你和我半生的关系 同样身具麒麟气息 否则以你现在的修为 非但驱动不了瓷宝 反而会遭到反噬的呀 青色麒麟 低笑了两声 哼 就是如此珍惜 我才舍不得此宝的 否则的话 以此宝 那起码可以在关键时候 救我一命的 金族女子苦笑了一声 不过说完这话 此女就不再迟疑什么了 身形一动 在黑光闪动当中 也没入到了魔器中 二人并不知道 就在他们才没入魔器中不久啊 突然从附近山腰处 飞起了一块拳头大的山石 灰白颜色 此石虽然不大 但是滴溜溜一转之下呢 漠然表面寸寸碎裂 化为了一只金光灿灿的甲虫 只是一闪 就无声无息地飞入到了 魔器通道当中 同一时间 韩丽却走出了魔器通道 并悄然出现在了一间大厅的入口处 正凝神地往里打亮着 大厅呈圆形 广大无比 直径呢 足有百余杖之据 在大厅中心处 却有一个三十余杖的金色的法阵 四周耸立着十二根树杖高的乌黑的石柱 上面雕刻着一些青面獠牙 争宁异常的妖魔图案 从这些图案中呢 喷吐着一股股的漆黑的魔器 齐往法阵中心处飘去 而此法阵中心处 另有一张血红色的大床 上面躺着一只体长树杖的黑色的巨猿 此园獠牙毕露啊 四肢齐长 头生三根冲天的怪角 是红光神闪 在胸膛上 有一个紫色的伤口 普通人头颅弯大小啊 甚至呢 可以清楚地看到 树根肋骨和一颗漆黑心脏 微微跳动个不停 可是诡异的是 巨猿双目紧闭 体表呢 乌光闪动之下 将四周飞来的魔器 徐徐地吸入体内 而身下的血色大床 则有一层血雾翻滚 也不停地往巨猿体内涌去 杭力站在门口 冷冷地注视着大厅中的一切 并没有丝毫要动手之意 此刻的他 身须彻底处于虚化之中 就算近在咫尺之人啊 一般也难轻易发现他的存在 不过面对一名合体中阶左右的存在 杭力仍不敢肯定太一化轻浮 真的能隐瞒过去 所以呢 杭力保持现在距离的一动不动 默默观察着眼前的一切 但是洞府外边的金色甲虫 从山腰处飞出来的时候 杭力神色微微一动 但是目中寒光一闪之后 就恢复如常了 当初在进入此地前 他为了以防外衣 神不知 鬼不觉地留了一只试金虫在外面 当然了 此虫服有他一丝神念 便是吞噬古怪十多后 产生变异的一只 说起来 这些变异使金虫 从一开始发现身体更加僵硬 分量其重的变化后 经过这几年的操纵研究 韩利尔发现了 这种变异灵虫多出来的 另外一种天赋异能 就是脸稀化石 这种变异天赋 还是韩利在一次修炼 自己神念操纵技巧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这种试金虫啊 在没入土石中之后 竟可以从体内 涌出一大股诡异的土灵力 能巧妙地和附近的土石化为一体 如此一来呢 除非是有心人明确知道 此虫确切藏瘾之地 或者说拥有专门修炼的灵木 可以直接看破 否则的话 就算本身神念再强大 只要此虫潜伏土石中不出 也没有办法发现异常的 也就因为这样 韩利呢 才会如此轻易地 孤身深入大山底部 虽然说 因为魔器阻隔的原因 他没有办法通过试金虫 时刻知道金族女子的准确的行动 但是通过神念的模糊的感应 也知道对方 现在并没有老老实实地留在外面 而是有了什么一些小动作 对于此事啊 韩利并没有感到太过惊讶 此女一开始 仅提出用圣洁魔兽材料 交换天外魔甲修复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到了 对方呢 可能隐瞒了一些什么 否则此女明显不是普通金族人存在 圣洁魔兽材料纵然稀有 但去了魔盒之后 应该不值得对方如此大费心机的 甚至不惜将天外魔甲这等宝物相赠 后来在进入魔金山脉之后 他们一行数次遭遇极其危险之事 此女仍然没有流露出丝毫放弃之意 韩利心中更是有八九分的肯定了 但是对于此事 他心中的并没有什么愤怒反应 对于韩利来说 只要此女不损害其利益 真能按照事先所说 用圣洁魔盒将天外魔甲修复好 即使另有一些小动作 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然了 这个利益真的足够让其动心的话 他也不介意插上一脚的 此女纵然说有些神通 但是修为如此之低 韩利自问随时能掌控全局的 现在他站在大厅入口 足足观察了一盏茶的功夫 终于确定 整间大厅呢 除了那个法阵和四周的十二根柱子之外啊 再也没有任何的禁止了 而眼前巨猿 也的确身负重伤 并且深陷沉睡中的样子 如此一来的话 在金族女子图谋之事没有明朗前 他并不介意 先将眼前的圣族魔盒拿到手中再说 只要不是硬碰硬的话 偷袭之下 他自问呢 还能一击必杀此魔兽的 韩利心中如此思量着 目中寒光一闪之下 终于决定动手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两只刨袖一抖啊 一只手中清光一闪 十几颗青色圆珠浮现手中 另一只手中 却突然现出了厚厚的一叠浮露出来 同时往身前一抛 二者同时浮现在了韩利身前 接着 韩利身上是金光闪动 又一下子 飞出了两只拳头大的金色甲虫出来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韩利这才单手一掐绝 身躯一下子从虚化中 悄然还原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0049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